大家看这是小猫咪啊 这就是一次性救的三只啊 现在有两只被羚羊走了 现在剩这一只 再吃啊 嗨小天宝 还是吗 这一只先你摸啊 其实如果要说一下 这个猫比狗可怜多了 我发现关注猫的人很少的 很少的 咪咪 嗯 嗯 是吧 这仙你摸硬是领不出去了 硬是领养不出去了 哎 如果是一只瓶虫犬的话 早被领养出去了 咪咪 慢慢来吧 总会等到他们的有缘人 我要在这屋里边种点小地瓜啊 进化进化空气 大家来看一下小美的宝宝啊 小美 都在这里啊 小美 小美嗨 小美不让碰他的宝宝 特别的亲啊 我看这是公的母的 哎 这是小公狗啊 还小黑狗呢 这怎么磨不卷啊 看样子他们有烫头发 我看这个 我的天哪 这是虎斑 哎呦 这个也是小公狗 天哪 这里面公的挺多的 啊 这个 啊 这个也是小公狗 我的天哪 这也是小公狗 一个公的 两个宫的 换给你 我检查检查 这是个母的 两个宫的 三个宫的 四个宫的 四个宫的一个母的 好 亲亲 我的天 真的特别有母性 来来来 sorry 哎呀 好了好了 四个宫的一个母的 就怕别人给你拿走了 是吧 好吃到在这里 这可是营养餐 给它铺的也挺干净的 大家请放心 虽然说小美的主人 不管小美了 不要小美了 但是咱们也要把小美照顾的好好的 她真会照顾宝宝 小美小美别怕小美 我现在把这个门堵起来 堵起来 不能让其他的狗狗再进去 进去小美就害怕 这是我们的 富贵 咱们来看看这只猫猫 咪咪我看看 我的天哪 还是这么强 还是这么凶 你的爪子 咪咪别怕 你看他 他的爪子恢复得还好 再等等看看吧 这只猫咪 这只猫咪后期给他绝育 绝育 一般是采取放生 绝育放生 太凶了 咪咪 这应该就是一只野猫 野性十足的猫咪 有一句老话说的 没有喂不熟的狗 但是我没听说过 没有喂不熟的猫 这个猫咪 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才能把他喂熟 这猫咪想把他喂熟可不简单 需要很多精力的 但这只猫咪的话 咱们后期的话 肯定会对他进行很好的 很好的后续 咱们可以引进 引进 引进锅外的救生方式 就是绝育兼儿放生 放生的话 就是我的意思放生的话 并不是说把他放到野外 就是让他在这边 在这个环境里面跑来跑去的 给他准备吃到准备喝的 就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 并不是说把他放到野外 不管他 оеillo 请客 賴咪 别怕 他渴望自由 现在还不是时候 会让你自由的 在我这儿领养出去的猫 狗 管终身售后的 终身售后 就是即使你哪天 你不能养了 你不管你什么原因的话 好好养着 都可以再送回来 我们这领养也不是随便领养的 也是经过阶阁筛选的 你看这夫人 哎呀夫人这小尾巴嚼的 像降落伞 蛋蛋 说回是一只车祸狗 它特别的乖 还是老狗 当时那时候差点就死掉了 可年人的 可亲人的 另外我们基地还有60多只成年犬 希望有能力的好心人帮帮忙